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今天 特別今天這堂課 其實也蠻重要的一個課程 因為從前面我們其實學習蠻多 比較是跟我們的自殺防治 還有守門人相關的一些知能 今天的課程的主題比較特別一點 但是在開學一開始 我就有跟大家預告過 我們會有一些的體驗 除了正念呼吸是教給大家的 第一個正念的練習之外 我們今天等一下呢 也希望就是大家手部消毒 然後透過衛生紙 就是大家可以比較安全的 來完成這個正念進食的練習 所以我們在開始練習前 我們可能就先簡單快速的 去複習一些同學 可能在上課前 你們有自己預習過的概念 那我相信同學有些觀念 你可能看過去 我們今天這個Session的目的 就是有一些重點 那由我跟李教授來轉告給大家 讓大家可以再有一些的複習 那首先當然大家看了 這些課前閱讀的內容 那你們可能對於所謂的正向心理 或者正向思考 相較於這個所謂負向思考 有一些的了解 那所謂的正念呢 我們在認識這個 它的概念之前要先知道 當然正念它只是正向心理學的 其中一個練習的媒介 那透過這個正念 我們可以得到更穩定的情緒 專注力會提升 注意力也會更好 工作的效能會有一些的改善 它的目的其實是在 更高層次我們人的一個提升 就是工作效能的提升 在這個圖上面 我想就是幫大家稍微再複習一下 在這個圖 大家看它是一個連續線對不對 所謂的Mindfulness 就是盡量是靠左 那大家可以先想想看 你現在在什麼位置上面 是在那個右邊Mindwandering嗎 就是心裡在遊走 就是很不專注 然後你人坐在這裡 可是你心可能不曉得飄到哪裡 或者在想著肚子餓 可能你還沒有吃飯 那可能在想等一下要怎麼討論之類的 所以右邊呢 其實我們講就是比較不專注 甚至於有這個Monkey Mind 這樣的一個形容 那我們等一下要給各位練習的過程當中 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從右邊 你可能在某一個點上面 它可能不會是最極端 可是你可以慢慢的練習 讓自己在這樣的一個情緒 這樣的一個專注力下面呢 慢慢的再往左邊走 那左邊的Mindfulness 其實就是指Here and Now Here and Now 是我們在教這個精神護理 或者是在精神科我們所講的 跟病人討論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也就是我們要專注在此時此刻 它所發生的 或者它的一些感受 它的認知跟情緒 甚至行為 就是此時此刻 所以到左邊這個部分 就是同學要去努力的方向 它除了你要關注在現在發生的事 關注在我自己身上 此時此刻的狀態 關注在我現在的需求 好 那所以透過我們在這堂課的 第二週第三週我們就在討論壓力 就在討論正念呼吸 那時候就教各位就是透過 專注在呼吸的流動 能夠去體驗自己在當下的一些感受 或者是專注在這個點上面 它帶給你的一些變化 那所以這個左邊我想是 等一下我們也會透過正念的進食 透過這個進食一顆葡萄乾 巧克力球 或者是等一下我們助教所準備的東西 來體驗一下所謂的正念的感受 那這五個概念我想大家可以再反思一下 關注在你整個身體 關注在你的意識上面 那你意識是開放的 除了批判 它基本上當下不是叫你說 一定要在自己的狀態是 必須是安事的狀態不是 所以你必須要是開放的去接受 自己在當下不管是好的壞的 或者是舒服的或者是很痛苦的 基本上都是一個開放的態度來接納自己 接納什麼呢 接納你自己的狀態不制度去改變 那我想這個是在我們等一下練習的時候 過去的經驗告訴我 同學可能在過程當中也會有的一個反思 而且很特別的是有同學在正念的演練當中 因為那個過程可能是你們平常 忙碌的生活中所沒有的 有些同學甚至是會連結到你的一些 更早期的生活經驗 比如說童年 那當然在短暫的時間裡面 可能每個人的狀態都是不一樣的 可是等一下老師就是需要你們依據這五個要素 那我們來體驗一下 當下我們自己的感覺是什麼 那不用情緒判斷 所以不管好的壞的舒服的難過的痛苦的都沒有關係 你就是去經歷等一下的這段時間 不一定是真實的那感覺是來來去去的 所以你也是去開放的去接受自己 這樣的一種感受的一個變化 最後一個就是說選擇 你在那個練習當中你可以去體驗一下 你自己的意識選擇 你可以選擇不專注 你的思緒可以選擇是跳躍 但是你也可以選擇把自己拉回來 那所以在這個選擇的這個概念下 我想是這邊寫到說 你要練習就是說 是不是你可以不要讓你的這些七情六欲去完全控制你 那所以這在一個開放的態度下 然後雖然我剛剛講說要去接受你任何狀態 但你也可以去體驗怎麼樣的這個情緒狀態 是你認為你覺得最安逝的狀態 感受一下自己是不是有一些自動化的模式 所謂自動化就是可能我一放鬆下來 我可能就會想睡覺 那個開關好像就是很 立刻就會連結到 我放鬆然後想睡覺 那這個就是也是一種感受 總之等一下的這個體驗當中呢 我想是一個在有意識的體驗之下 來更認識自己的一個活動 那注意這五個要素 我想等一下我們都可以來反思一下 我是不是真的有達到這樣的一個目標 所謂的正念 那你們如果自己也有去搜尋一些相關的資訊 因為我想真相心理學他的領域很廣 那我們在課前閱讀裡面也有 應該教材裡面都有提到心流 或者是body scan 或者是呼吸冥想這些概念 其實蠻多的 那這邊把心流的這個概念呢 再做一個補充 那我們等一下是要練習這個葡萄乾的部分 然後要大家去寫下來你的一些感受 不過我們先把一些原則先講在前面 所以這些原則其實在課前閱讀應該都有 心流的部分 你們應該也有看過這一張 我想就是強調心流的一個特性 他是在正向心理學裡面 也是可以達到所謂正念的一個很好的媒介 對你們來講你的心流是什麼 經驗中比較發現 各位這個年紀最常見的心流就是體育活動 或者是有的同學會說打電動 或者是甚至以前有同學寫 做數學題目的時候會進入到心流 那我們看到說心流其實他有蠻多的特性 裡面你們可以從 從你的日常生活當中 或者你的休閒娛樂當中去找出 是不是有符合這些的特性 剛剛講到說這些心流的體驗呢 他有助於你可以沉澱精進你自己的技巧 這邊講到有一些是挑戰與技巧的平衡 他可以幫助你比較有控制感 甚至是忘卻自我 因為你全程貫注在這個活動裡面 有沒有同學是比較運動特質的一個心流 有的舉手 同學你是什麼 什麼運動 跑步 羽球 你覺得他符合哪些特性 時間感的改變 特別明顯 你通常都會跑多久 會超過一小時嗎 平常都會超過是不是 OK 所以跑步會不會有全程貫注的效果 會嗎 是什麼樣的感覺 專注在呼吸跟腳步的調整 是嗎 那會不會有自我控制的感覺 主要自我控制感來自於控制速度 然後也可以調整你的氣息 然後也會有一些挑戰嗎 就是你會不會自我挑戰 譬如說越跑越久 越奪圈之類的 也會 那羽球呢 時間 時間感這邊 還有呢 明確的目標 像什麼 要贏 那有沒有 應該羽球有非常多技巧 所以挑戰與技巧的平衡 就是你要精進自己 要打得更 那個叫什麼 得分要更高 技巧分這些 要去研溢你自己的一些技巧 這樣子 然後應該也有很多 全程貫注的時刻 因為很容易miss掉球對不對 球來得太快了 確實其實這兩個例子我覺得滿好 因為運動性質的心流 我覺得可能在過程中 事實上也不要忽略 就是我們對於流汗 帶來的一些快感 然後你贏球 像剛剛講那個目標 它其實這當中也有很多的 快樂的感覺 然後有放鬆的效果 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你晚上會不會比較好睡覺 所以我覺得體育性質的心流 我覺得是特別的值得 大家去追尋 然後可以鼓勵大家 去反思一下你自己的心流裡面 有沒有可能是跟這一類的 運動類的活動有關 那textbook上面的例子 比較是用登山或者攀岩 那攀岩 以攀岩為例子 因為它也是一個 極度需要專注的一個活動 因為如果你不小心的話 它可能就會掉下來 那我個人不會攀岩 不過可以理解就是它為什麼 是符合這些心流的特質 大家可以在從你自己的心流體驗當中 去建築你 建構你剛剛我們所提到的那一些 正向的特質 好那正向心理學這個部分 當然還有蠻多我們值得去理解的 其中Perma是 跟李教授一直常在推廣的 那這個部分其實蠻常見 就是說 我們希望在這五個 最重要的概念下 大家可以去一一反思你自己 是不是有做到這一些 正向情緒 Positive Emotion 這個在我們今天課前有看到那個 3 Good Things 透過3 Good Things 是一個方式可以去慢慢建構你的 這種正向的一個情緒 因為你不是一直Focus在 每天想到一些不好的事 或者是讓你傷心難過的事情 而是你要轉化為 每天可以想一些 讓你覺得好的 正向的開心的事情 那當然光這樣子 當然還不足以叫做 所謂的正向心理 所以我們看到那個E Engagement 同學專注的坐在這裡 而且全心參與這個課程 然後可以投入在你想要做的一件事情上面 那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所謂達成正向心理的一個媒介 那這個E呢 不管你從事任何活動 你如果都是 尤其是你喜歡的 我們通常其實都會是選擇一些 我們比較專長或者你喜愛的一些活動 不管它是跟你的專業有關 或者是它是休閒娛樂的都算 所以要engage在活動中 或是engage在一個關係中 都一樣 你可以全心 那R呢是關係 那關係這件事情 我們在前面的課程也有曾經提過 建立一個社會連結 或者是這種社交團體 其實是刺激你的大腦 所以相較於孤寂 一個人如果離群所居 這個在目前很多的研究報告當中 已經證實了 你越孤單的一個人呢 其實他對於你的大腦越是不利 相較於一個人可以去參加 投注心力的一個團體 或者是一個人際關係 那他有助於你可以刺激你的大腦 分泌催產激素 這個是在我們的下四秋後夜的地方 那這個是很微妙的一個東西 因為他都是要透過人際的接觸 才有辦法分泌的更多 那所以在正向心理學的R 就告訴大家一定要去建立 對你來講有意義的關係 所以如果在座同學是比較 離群所居的 也可以或許想一想 什麼是對你來講有意義的一些連結 那可以跨出去 持續的有這樣的一個連結 那M的話是這個生命的意義 不過不要覺得說 這好像很難達成 meaning可能每個人在生活當中 都有很多不同的事件發生 帶給你不同的意義 所以我想是大家可以去反思 對你來講 有沒有一些的目標 你可以去達成 那除了有這個意義感之外 當然還會有成就感 那所以這個A也是蠻重要 那從小事情一點一滴累積起來 所以整體來講 每一項集合起來呢 這個都就是在正向心理學的理論裡面 告訴我們說 對你的心理是能夠有正向的一個 幫助的一個歷程 好那這個我想我就不多說 因為這個三件好事是我們今天也可以討論 然後下禮拜也會在持續討論的 另外我們今天會開放加分的作業 就是感恩的心 那這個部分 大家只要寫一封信 就是感謝信 可以寫給任何的對象 那這個內容呢 字數呢 希望當然是 可以有500字以上 因為它是加分作業 可以的話我們就透過這樣的練習 來培養所謂的正向心理 其他我想因為在 在影片裡面有提到 我就不再贅述 那我現在想要帶大家回到這個部分 每個人呢 一個人就拿一顆 那先拿在手上 現在才會發 所以慢慢大家先記得先消毒 今天這個練習呢會有一點點 因為它時間會稍微久一點 因為巧克力的融化可能需要一些時間 其實是要讓大家去體驗裡面的葡萄乾 重點是在於這個體驗的過程 就是你們可以慢慢的去感受 這個食物在你口腔裡面 慢慢融化的感覺 然後以及我們剛剛講那個五個要素 請大家先觀察一下 你現在手上拿到的食物的樣貌 那我要大家看得很仔細 就是你要先認識一下 它跟你平常認識的食物有什麼不一樣 好的話我們就開始統一 就是可以開始吃了 先提醒大家 巧克力今天的體驗呢 是含在嘴巴裡的 那不同於你們平常吃巧克力的方式 都是怎樣 直接咬下去 好今天老師給你們功課就是 我們開始含著之後呢 用你的嘴巴的這個酵素呢 慢慢的去融化它 那等一下慢慢慢慢的 你們會開始吃到這個葡萄乾的本體 那葡萄乾本身的 我要你們仔細的去體驗一下 當下的感覺 然後等一下我會請同學 告訴我 跟大家一起分享 好 那你這個時候可以閉上眼睛 或者是你可以專注在一個點上面 好 同學可以專注在你嘴巴裡面的這個食物 那你會感覺到你的口水 慢慢的會分泌 好 那也是要專注在你嘴巴裡面的感覺 所以如果這時候同學有在看螢幕的話 麻煩你們先把螢幕關起來 或者把手機放下 就體驗一下 暫時只有10分鐘 我們就是不會接觸到這些3C產品 好 那這時候你要專注在 除了剛剛講到口水的感受 帶給你好像很奇特的一個感覺 因為你平常可能吃巧克力 是不一樣的方式 那你可以感覺一下 剛剛我們講的 你是不是有開放的態度 在接納自己的一個變化 因為現在的你 你在想什麼 那你的專注力 如果可以把它拉回來 在你的這個 你吃的東西這個上面 可以感受一下 慢慢的你會想到什麼事情 好 那等一下螢幕會顯示 Slido的密碼 那你們可以掃一下 把你們等一下 逐漸感覺到的感覺 好 用匿名的方式把它寫下來 應該這個時候 你們嘴巴裡面的巧克力 是不是都已經融化 已經有吃到葡萄乾的嗎 有 好 它裡面沒有葡萄乾 它裡面沒有葡萄乾 那裡面是什麼 軟糖 好 那軟糖也很好 就是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不能去咬它 就是還是一樣 你那個軟糖在你嘴巴的感覺 可以在一陣子 大家可以允許自己 再有一些的 體驗 可能慢慢的 你們再把 當下你所想到的 或者是感覺到的 事情 或者感受 把它寫下來 好 這時候 應該軟糖也融化了對不對 已經融化的舉手 我大概 將近九成的同學都已經 吃得差不多了 那當它融化到 然後就是如果已經是可吞的 我們就慢慢把它 可以慢慢的把它吞進去 好 那大家可以 其實這個時間很短 那 剛剛看到同學寫到 心得的部分 有同學提到就是說 你會 開始 思考一些 平時不會去想的東西 這個同學 想到滿多的事情 對 那其實你們自己在家的時候 也可以 嘗試著正念進食的練習 因為通常同學們應該吃飯 都很迅速吧 那特別是吃個便當 可能都是 或者是吃一頓飯 可能很快就結束了 所以確實在忙碌的生活當中 如果同學平常 也可以練習正念呼吸 以及正念進食 這一些的 所謂正念 它帶給你的一個影響 應該是可以讓你在 煩躁 跟忙碌的生活當中 可以有一些的平靜感 那同時 它其實在刺激你的大腦 我們在正念呼吸的時候 大家如果還記得 當你專注在一個事情上面 呼吸是一個 那專注在這件事情上面 持續的去體驗跟感受 像我們今天透過正念進食 主要是也讓同學 專注在這個事情上 讓你的下四秋可以得到一些的刺激 那可能你們可以 你的這個 working memory 記憶力也會有一些的改善 那它確實是跟你們平常的 生活很不一樣 同學提到 好像很忙碌 所以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體驗 我想是主要 讓大家可以 回去可以再 有一些 不同的 這種正念的練習 好像大部分同學 會覺得那個巧克力比較甜 那有的人覺得很享受 有的人覺得好像 會太甜 不過這也是一種感覺 那除了這個感受之外 其實 它主要是希望能夠 透過像同學有寫到 活化神經元 這樣的一個概念 然後這樣的一個 有些同學的 這種喜歡的感覺 比如說他覺得 很舒服吃甜的東西 他很喜歡 那這也是一種 正向情緒的產生 就像我們剛剛講 PERMA 那它就是一個 positive emotion 當我們沉浸在這種 正向的情緒 你開心喜樂的一個 一個氛圍當中 那你其實你的大腦 就會是比較正向的刺激 那它是有別於 就像我們在低潮的時候 痛苦的時候 難過的那種情緒 帶給你大腦負向的刺激 所以我們常常講 大腦要保養 要怎麼保養 這就是一種方式 就是通過很正面的練習 可以讓你有比較正向的情緒 大部分同學呢 現在分享 有同學寫到心情的感受 心情有被平復 那大部分都是寫到 比較是感覺那個甜的感覺 就是無關知覺的部分 喜怒哀樂 好像有同學寫到 心情變好 然後好享受的感覺 這種都是比較 屬於正向的情緒 同學也發現 嘴巴裡面的破皮 是不是 這個應該蠻特別的 不過 注意一下 如果有破皮的話 你可能還是要喝點水 因為太甜 對你那個傷口不太 不太有利 有同學是吃到草莓軟糖 大部分應該是什麼口味的 葡萄嗎 對嘛 那個是葡萄口味的軟糖 那鼓勵你們回家呢 如果喜歡吃葡萄乾的同學 你們回去 可以用葡萄乾 因為葡萄乾 事實上它是比較 更具有代表性的一個食物 因為葡萄乾有凹凸不品 它跟軟糖畢竟還是不太一樣 那我們等一下就針對 我們課前的教材 跟我們今天上課的內容呢 等一下就進入到我們的討論課 那透過正念的一些 我們剛剛講到的一些要素 或者是一些原則 那同學如果對於正念 還有一些可以深入 提出來的疑問 或者是可以再深入去探討的內容 那也歡迎同學等一下可以在 討論課的時候提出來 那我特別提醒大家 因為這些所謂正念的演練 是需要變成習慣 那它越是同學越能夠規律的去執行 越能落實在你的生活 它越能夠應用在你的 這個工作當中 或者是在你的生活之間 你可以去落實的話 它的效果是越好的 所以可能同學可以討論的一個方向 比如說原則大家知道 但是怎麼做 那怎麼能夠去克服你生活當中 一些實踐的阻礙 有一些阻礙因素 比如說大家就是很忙啊 那你沒有時間做正念呼吸 沒有時間做正念進食 沒有時間正念散步 其實正念可以套用在任何生活的場域 因為在textbook裡面告訴我們 Mind for walking 甚至我們剛剛去練習的是 Mind for eating 那也有Mind for breathing 那我們可能還可以什麼 大家可以去想 或許還有很多的Mind for reading 因為在讀書的過程中 如果你喜歡閱讀 它也是很enjoyable的一件事情 或許同學可以討論一下 是什麼讓你們有一些的這種正念的時刻 這個大概也是一個可以討論的 那這兩週我們大概都會 focus在正念的一個演練 所以等一下同學 還是可以持續在slido上面 告訴我們你的感受 那我們下一堂課回來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再回來看一下 所有人的一個回應 來拍攝 這些稿子 去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